两人带心情稍微平复 话不多说 一将慎勇追穷扣 文老医生用力按压 串口周围的脉络 转瞬便有血滴了出来 刚开始呈紫黑色 早被文二说用刚才那个小盆解除 稍微凑钱一闻 正常的血腥气中 隐含着腥臭 辛辣难闻 紫黑色的血滴了大概有一分来钟 颜色才开始渐渐 转为鲜红 两人怕余毒不尽 不敢拖大 继续让这鲜血又缓缓地 滴了约一分来钟 也是这老道神命不开局 这镇子四周 崇山峻岭 临生物战 自古就有不少毒物 旁更其中 附近的三名村民 每每深受其害 作为镇上的医家 文家人接的病人多了 手练都练手 疗毒的修为 自然水斩船高 文老医生取来家传的玉卢丹 用清水将其化开 将老道的水里的方筋取出 人用硬银 亚舌板撬住牙关 将这已经溶解在清水中的玉卢丹 缓缓冠入老道的头中 文尔苏令其取来外用的山高 将其用油灯的灯火微软了 一时间只闻得满屋子一箱扑鼻 先前的腥臭之气 此刻哪里还有 二人秀在鼻尖 精神也是为之大振 此高有个厉害的名字 换作佛花定破高 文教人能得此高方 却是另有一段机缘 奇遇 在此按下暂且不表 文尔苏将这高趁着温热 敷在老道的伤处 眼下血也放了 黑线也除了 丹也浮了 高也贴了 接下来这老道是失身 失死 就得看他自己的气韵 和命说 两人将被褥取来 盖在老道身上 这时听到屋外 传来鸡鸣之声 两人走出整房 只见天边已经渐渐泛起鱼肚霾 淡青色的天空中 油字镶着几颗 奚落的蚕心